美国在台协会晚间宣布 美国政府将再送150万剂的莫德纳疫苗给台湾 预计在星期一 11月1号马上就要抵台了 包括了我做美代表小美琴 和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兰英 都亲自到机场来送机 确保疫苗相关作业是一切顺利的 而小美琴也透过脸书发文表示了 还好世界有善的循环 有良善的力量 让台湾不孤单 截至目前为止 美国政府已经捐赠台湾400万剂新冠病毒疫苗 AIT则说 很高兴能在6月份所捐赠的250万剂疫苗之后 再增加捐赠的剂量 这也展现了我们对台湾的承诺 晚间总统府也诚挚感谢美国政府 再度以具体的行动驰援台湾 不只展现了台美之间真朋友的情谊 更再次印证了美国政府支持台湾的坚弱磐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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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